課本席題 它總共有10題 我要你補充第11題上去 請把這個題目抄上去 抄在課本的第47頁 因為這個題目 剛好我們這次秉持考有考到類似的東西 我們就趁這個機會喔 跟同學把它講清楚好不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來 你把這個題目喔 寫上去 可以嗎 在課本的47頁 它總共有10題嘛 那你就補充第11題 就這樣 就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等一下我會仔細講 你要認真聽喔 看這個題目到底要怎麼去處理呢 寫一下齁 好了嗎 這個題目的意思說 同學你看喔 這是一個絕對值不等值 它解出來的x的範圍 它的上限是4 下限是-1 它的x介於-1跟4之間 然後他要問你這個a跟這個b是多少 你知道這個題目在問什麼嗎 這個題目在問的a跟b 這個4喔 是這個範圍的上限 這樣可以喔 它算出來x的範圍的上限 那這個-1是它的什麼線 是它的下限 就是一個範圍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好 來 請聽 來 那我們現在喔 一般來講處理這個問題 有三種方法 對高1的小朋友來講 我一個一個講喔 來 第一種方法 哈囉 第一種方法 它是屬於代數的方法 來 代數的方法 第一種 來 你們覺得這個題目喔 應該要怎麼做 很簡單 把絕對值不等值把它打開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對不對 我們上次是不是講過喔 你就把這個東西看成是誰 看成是一個東西嘛 比如說這個叫做z對不對 s加3 你就看成一個東西叫做z z的絕對值小於等於v 那就代表這個z一定在誰跟誰之間 正負v之間阿 你知道我在講手嗎 我再講一次喔 這個東西我覺得有些人還是不懂 來 看我這邊 z這個傢伙掛了絕對值之後 如果小於等於3 請問你 這個z一定在誰跟誰之間 你想想看有一個數字 加了絕對值之後 要小於或等於3 這個z肯定 會在誰跟誰之間 一定會在3 對 一定在3跟負3之間阿 對吧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阿 對吧 你如果比3大 你掛絕對值就會超過3喔 阿你如果比負3小 你掛絕對值也會超過3 聽懂這個意思嗎 知道你在講什麼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同學你看喔 所以這個地方很多同學就會把它打開 來 打開它就會變這樣喔 -b 來 小於等於 Ax 加上3 然後小於等於b 好 來請問你 這一個步驟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個步驟是對的 你就把它打開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這樣可以嗎 那接下來同學你看到 這個3有點討人厭喔 我們就大家一起怎麼樣 一起減3 所以這個式子就可以寫成 -b -3 沒有錯 然後小於等於 Ax 然後再 對 -3就沒有了嘛 然後再小於等於怎麼樣 -b-3 好 非常好 求你做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做到這裡你也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喔 你說老師 這一個a喔 這一個a看起來很討厭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喔 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把這個a拿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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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除以a吧 對不對 可是同學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要除以a你要注意什麼 這個a的什麼 不是 是全部都要除啊 然後你在除一個數字的時候 尤其這個是不等次啊 你要注意那個a的什麼 正還是負啊 這個題目可沒有告訴你a是正還是負 他什麼都沒有說喔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採這個策略 你接下來就要分類討論喔 來第一種情況 好你仔細聽 這種題目喔 我把所有的情況都講給你聽喔 來第一種情況 當 當 這個a 大於0的時候 可以嗎 如果這個a大於0 我們可以一起除以a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就會變成a分之 負b 減3 然後 這邊小於等於多少 x 然後小於等於a分之 b減3 欸寫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欸對不起我這裡弱掉一個東西 這個a大於0的時候 欸這沒有寫清楚 痾 痾 當 這個a 大於0 的時候 欸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好 a如果是正的 我們就同屬於a 不等號的方向會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對不對 不等號的方向不會改變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第二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欸這個要討論喔 第二種情況就是當怎麼樣 欸你說啊 當這個a怎麼樣 小於0的時候 因為a有可能是負的 對不對 好 同學問你 如果兩邊同屬於a 可是今天這個a是負的 請問你這個分等號的方向要怎麼樣 要轉向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它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這樣喔 它會變成a分之負b減3 那請問你這裡要寫什麼 小於等於要改成什麼 大於等於x 然後這邊就大於等於 來這裡是a分之b減3 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 對吧 但是這樣寫 同學你會覺得 天啊好麻煩喔 對不對 沒有錯 如果你要這樣做喔 你就只能這樣子 對不對 OK 來請進 那從這個地方我們接下來 就可以繼續做喔 來你看喔 我們對照它解出來的結果 請問你這個a分之負b減3 應該是它的什麼線 應該是它的下線 所以這邊你會發現 a分之負b減3 應該要等於多少 應該要等於負1 對不對 它應該要等於這個下線嘛 這樣沒問題 然後這個a分之是什麼 b減3 a分之 b減3 應該要等於多少 應該要等於4 好 請問你這裡能不能解ab 可以交叉相乘把它打開 來加減消去法 可以把a跟b算出來 但是你說老師 那這裡呢 這裡還要再算一次 所以如果你要踩這個策略的話 你總共要算兩次 來你看喔 這裡 我們把這個東西 來把它寫成這種連立的形式 但是你要注意這個地方喔 這個a分之負b減3 來這個a分之負b減3 請問你 它應該要等於多少 這個應該要等於上線喔 所以這個應該等於4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個a分之負b減3 來請問它應該要等於多少 是不是應該要等於負1 好 我先寫到這邊 你先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這個題目喔 這個第一個做法就講到這邊 導演你感受一下這個做法你有什麼感覺 有一點麻煩 對不對 沒有錯 它的想法很直覺 你把它打開 把它移向 可是最討論的就是這個a 仔細聽喔 這個a你不知道是正的還是負的 所以這個題目變成說你要去考慮a的正負 a如果是正的 除過去沒有問題 大家一起除a嘛 方向不會變 小時候有學過 a如果是負的也可以除a 可是要轉向 大於等於要改成小於等於 你聽到嗎 然後再去比較它的係數 去解這個a跟b 解出來會有一組不合 只有一組是你要的答案 可是這樣做你會說 老師這樣一題也要做太久了吧 沒有錯 這一題就要花很多時間做 但是這總是一個做法對不對 OK這個題目喔 來這個做法我就講到這邊 接下來我要講第二個做法 你仔細聽喔 這個題目的第二個做法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一點 它也是代數的做法 來代數的做法第二波 來我們看一下喔 可是你要用這個做法 我跟你講 你要先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來請看我這邊喔 alpha跟beta 接怎麼樣 接為十數 然後我們會有底下這個結果 相乘取絕對值 alpha跟beta取絕對值 會等於什麼東西呢 個別取絕對值 在相乘 來你把它寫上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定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定理 這個定理我先寫在旁邊 你參考一下 你把它寫上去喔 兩個實數 相乘取絕對值 一定會等於個別取絕對值 在相乘 這件事情我沒有要你證明 但是這件事情應該是很直觀 為什麼 來同學我問你喔 比如說alpha等於1 beta等於2 我問你1乘2的絕對值 有沒有等於1的絕對值 乘2的絕對值 有 你說老師如果一正一負呢 也是對阿 一個1一個負2 一個1一個負2 反正大家都有掛絕對值 你發現一正一負也是對的 如果其中有一個是0 那左邊是0 右邊是0也是對阿 所以你會發現說 不管你帶什麼實數進去 這件事情永遠都是對的 沒有錯 這件事情是對的 但是你可能不用會證明 你要知道一下有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嗎 那你說老師 知道這個結果 對解這個題目有幫助嗎 有阿 對這個題目的解法有幫助 來 我把這個題目再抄一次喔 這個題目是這樣 ax加3 絕對值會怎麼樣 會小於等於1 好 來 大家仔細看喔 放我這邊 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你仔細聽喔 我能不能把這個a 拉到絕對值的外面 可以 不是加正負 拉出來之後 它會變這樣 a的絕對值 再乘上x 加上3 然後怎麼樣 小於等於1 好 這裡我慢一點 你先把它寫上去 然後你想一下 為什麼才可以這樣寫 你先把它寫上去 我等你 然後想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我等你喔 我等你喔 你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寫嗎 來 它會看這邊 相乘 取絕對值 對不對 你看喔 是不是等於個別取絕對值在相乘 你看 個別取絕對值相乘 是不是會等於相乘在取絕對值 你有看到嗎 這個a乘上它取絕對值 是不是就是它 你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你可以把這個a 從絕對值裡面把它拉出去 可是拉出去不是加正負 拉出去是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那為什麼拉出去要加絕對值 因為有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因為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的話 除了頭一看我這邊喔 請問你 a的絕對值是正的還是負的 一定是正的啊 絕對值不可能是負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a的絕對值怎麼樣 除過去嘛 大家都同時除以a的絕對值 這個獅子就可以寫成 x加上來 再來 a分之3的絕對值 會小於等於什麼東西 a的絕對值分之什麼 分之b 知道嗎 我跟你講喔 這樣做是可以的喔 對吧 這樣沒有問題喔 這樣沒有問題 因為a的絕對值 基本上不可能是負的啊 啊a也不是0啊 所以這個傢伙一定是正的 兩邊同處於a的絕對值 OKOK 沒問題 好那接下來 你說老師那怎麼辦 我們把這個絕對值打開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所以你這時候就發現 x加上a分之3 他一定會介於誰跟誰之間 哎呀你們應該很熟啊 來我問你 一定會介於誰跟誰之間 負的采加a分之三 有自己的那一路 你應該他的上限是誰 她的上限是a的絕對值分之誰 分之b b 那她的下限應該是誰 那атели 下限應該是誰 負負負負 結束要加一個什麼號 負負 OK 負的A的絕對值分之B 這樣做就不行 這樣做沒有錯 這樣做OK喔 然後同學 我們兩邊 我們大家一起減掉A分之3 所以這邊會變成負的A的絕對值分之B 減掉A分之3 然後小於等於 來 x 小於等於 來 A的絕對值分之B 然後再減掉A分之3 這樣做有問題 這樣做沒有問題喔 然後接下來同學你們就看喔 欸 這個交貨是誰 這個交貨就是4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它寫成解聯義的形態喔 你看喔 A的絕對值分之B A的絕對值分之B 然後減掉A分之3 請問你 他會等於多少 他會等於4喔 我來寫上去 他會等於4對不對 我沒有寫錯 他會等於4 然後再來這個傢伙負的 A的絕對值分之B 再減掉1 再減掉A分之3 他應該會等於下限 下限是多少 -1 對吧 來 寫到這邊 慢慢聽喔 這個東西有點難喔 這是有點難的東西喔 有點難喔 同學我問你 誰最討厭 那這個傢伙看起來就很討厭對不對 可是同學你知道嗎 這兩個獅子只要做什麼動作 這個傢伙就會不見 香薑 太棒 你不那麼聰明 這兩個獅子我告訴你 你只要把它加起來 我跟你說 你把它加起來 用加緊消去 加起來之後 你看喔 一個正的一個負對不對 差一個負號